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个韩国泡菜 就是辣白菜炒牛肉 首先我们把上好的牛里脊肉按照横截面 把它切成两三毫米厚的肉片 一定有横截面 这样的话它就不柴 肉容易给它处理完很嫩 切好的肉片放到清水当中轻轻抓洗干净 把血水洗出去 这样它就减少它的腥味 现在我们准备点葱姜水 把这个姜还有葱拍碎了 然后切成末 葱姜水一会儿要抓拌牛肉的时候让它吸进去 放入少量的料酒 清水 然后用手这么抓揉它 把它捏碎 把汁挤到这个溶到清水里 牛肉泡洗完之后 把它水分攥干之后拿出来 然后淋入我们刚才的葱姜水 不要太多一袋柿子铃 老抽 调色 生抽 入味 少量的盐 白胡椒 鸡蛋 留蛋清就行 不用全放进去 留一点点和蛋黄留着一会儿有用 下来下来下来 嘿 好了 然后我们再加一勺的生粉 用手去轻轻的抓它 抓呢 一个是让它入味道 第二个呢 这样把纤维抓散了之后肉会很嫩 这我买的这个罐装的辣白菜超出现成的 这个本身它这个不是块很大 所以就不用再切它了 如果是那种散装的辣白菜大的话切成小块 不要太大 里面的汁非常宝贵 一定把汁留好 下面我们把锅里面倒入底油 稍微可以多一点 把那葱姜水的那个葱姜末别浪费 拿出来呢 去炸香它 葱姜水的这个味道是去腥 这个呢 炸出葱姜香味来 然后把那个肉片呢 放进去快速的翻炒 因为有淀粉和蛋清和抓柔的这个效果 肉片很嫩 炒到七八分熟 捞出来就行了 不用炒透啊 炒透就老了 然后锅洗干净再处放入底油 把这个辣白菜呢 放到油里面去炒它 火不要太大 太大就容易干锅糊底了 然后把刚才那个腌肉 或者是炒肉剩的那个肉汁啊 浇进去啊 让它这个始终保持湿润的状态 辣白菜炒的香味出来之后呢 把牛肉倒进去 大火呢快速的翻炒 把那两层的熟啊 生啊把它变成这个熟啊 大火翻炒完之后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颜色味道 酸辣甜鲜 撒上白芝麻 再点缀点绿葱花 颜色也好看 葱花吃起来呢 也特别的解腻啊 刚才别忘了 咱们还剩了那个一点蛋清和蛋黄 我们把它放在锅里面 加点底油呢 就把它煎成一个糖心蛋 煎好之后呢 我们加在这个腊白菜炒牛肉上 蛋黄呢 它一捅就破了 然后那个稀的蛋黄 跟牛肉和腊白菜拌在一起 是非常非常的日韩戏 非常的鲜美 儿子 吃饭喽 好 吃饭喽